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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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一来做我们的 呃 做好吗 那个叫什么名字啊 蜂炒饼 准备材料有鸡蛋 然后 呃 椰酱 然后还有这个盐 还有这个 什么粉啊 还有酱米粉 首先 你放白糖 然后鸡蛋两粒 椰酱 干净是不是 这个 我们拿我们的水 全部倒进去 ok 然后盖子 盖起来 现在鸡蛋 的那个蛋已经打好了 我们 把奶过滤 一个大碗 很香 很香 那个椰酱 很香 好 我们的蒸鱼粉 然后倒过来 过滤 我们的蒸鱼粉 也会 我 不就是 这 一个 看到一个 还是 谢谢大家 好,各位,现在已经把这个磨器放上去了 要把磨器拿起来 然后面粉沾好,然后放进油里面 整个放上去 来,第二次游戏 第一次失败 先来试第二次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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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点 错了 yes 立立成功 OK,好 好 好 OK,各位 这个 现在要试试时间 看到吗 我们拿了其中一个 比较没那么好看的 来吃 这里而已 不大好吧 不过 这边的话是 好完美的 闻起来非常香 真香 真香 很酥脆 这个的话 可以给到9分 那差1分的话就是它上面这边 可以那个 好像不够脆 有点没有煮熟的感觉 好,那今天这个蜂窝饼 制作教学 就先到这里 那分享给你们 希望你们有学会 你们也可以 有空的话 在家 自己尝试做一下 好,记得 那个模具 买 大一点的会比较好 那一个 蜂窝 那个饼 也会更大 吃起来更爽 好,那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点赞和分享 点个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个视频见